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今天虽然说是星期四 不过明天礼拜五 因为五一劳动节 遇到周末 所以就往前推一天 那就放在这个礼拜五 那股市不开盘 也就是说会有连续三天的放假 那节前卖压就比较多 所以今天盘中 台股本来一度涨了141点 因为包含联发科 是亮灯的涨前板创的历史的新高 然后也带动了像4966的普瑞 所以这种高价股股价也是涨停板 来到1385元 然后3529的力旺 今天也跳空大涨 所涨停1030元 也首度突破千元大关 也首速涨停板 所以就带动今天指数 找盘一度涨了 这个一百七十几点 要抱歉一百四十一点 但是因为节前的卖压就涌现 所以盘中涨点就往下压 那甚至一度的翻黑跌了19点 那目前尾盘 这个论时间接近一点 那小涨26点 收到17,590几点 那放完价之后 回来就进入五月份 陆续就公告云收 那很多财报部分 昨天我们就看到陆续很多公司 在法硕的时候就公告了 那连发哥今天之所以 可以亮灯所涨停 而且是跳空所涨停 尾卖量 这个相当多 高达四千多长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第一季 他赚了16块 单季的获利高于 去年三季获利的总和 赚翻 然后他宣布说 未来四年 除了当年赚的 比如说赚20块钱 他就配大概超过八成 可能就配16块 如果赚30块 他就配大概24块 除了当年赚的 要配出来之外 未来四年都额外 总共拿出大概1000亿 每年要配16块的现金 所以假设当年 可以赚30配个24块 加上16就是 一年可以配到40块钱 所以这个概念 就让今天股价 跳空大涨 跳空大涨 那我也说 远博哥之所以这么强 除了他多配钱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因为 他当初 就是跟台积电 做最紧密的合作 他的对手跑一早高通 因为觉得高通比较便宜 联发科 都是找台积电 就跟AMD 全力在台积电 做投片一样 所以随着台积电的制程 越来越强 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进步 而且推进速度最快 量力也最高 就AMD跟联发科 因为台积电的因素 整个产品的CP值 效能大幅度的提升 就干掉了Intel 跟干掉了高通 成为过去这一年多 整个电脑处理器跟手艺处理器的两个最大人家 其实他们背后最大最大的助力就是台积电 这是其一 第二 当初联发科 曾经 华为的海思被制裁之后 华为不能出 华为就转向跟联发科 要买晶片 结果美国很紧张的马上就说 不可以 不可以出给华为 所以一度的让联发科也跌 从大概七八百 跌到五百五十块钱 但就像我说的 今天他不能出给华为 不是因为联发科的产品 什么涉及国安 涉及军规 制程太先进 所以说不能卖到大陆 不是 是美国认为华为 有解放军的问题 有国安的疑虑 所以不给你出给华为 不是联发科本身的晶片有问题 就像Intel AMD 高通 大家产品都是先进制程 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拿来商业使用 消费性的使用 所以有问题的 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产品 而是看看他的客户是谁 所以当美国去封杀华为之后 难道市场就不见了吗 没有 大陆一年的手续市场还是好几亿 所以华为不能出 就小米 OPPO OPPO Vivo 这些 整个衔接的市场 所以华为不能下单 最后订单跑去别的公司来下单给研发科 研发科就 效纳大陆市场 所以业绩一路成长 股价从551块 涨到今天是1185块 过去这8个月的时间 涨了超过一倍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同样的道路 未来 谁能 效纳大陆市场 未来他就是领导 连发科 经历科 礼拜一 打到跌停满226.5 跌停满先买一次 235再加一次 我说这叫关键转折 持续加码持股 而事实证明 那天买跌停满 就是这波的最低点 前面400多曾经有满 但中间 遇到市场 摇穿一堆甲的利空 导致新型崩盘 股价连续性的跌停满 这边我们就都收手 暂时按命不动 真的出手的时候 就是波段的最低点 226块半 买在最低 礼拜二量跟涨停264 礼拜三最高276.5 今天涨得最高是286块 虽然说盘中随着大盘掉下来 由红翻黑 变成小跌5块半 但这个反弹态势 基本上我认为已经确认 假设买226.5元到盘中最高286几乎赚了快50 49块半赚了21% 那如果说明天放假 礼拜一回来 股价再去超过这个286的高点 maybe下礼拜就又回到三次头以上 那低点26.5买的 我讲很快就赚个50块70块 甚至更多 因为我们是买在关键的转折最低点 那昨天公布财报第一期赚1.38 其实每个月 本来就有公布自己的数字 所以我们大概算算就知道是1.38了 所以昨天还蛮多网友就在 成语格上老师说 这种是怎么算得这么准 其实没有啦 因为本来他就有公布自己的数字 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 那除非是他认列财报的时候 有一些业外或者是收入 或者业外的损失额外认进来 不然基本上这个数字 本来就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就是说 我们推估4月份的营收 应该礼拜一就会公告啦 照他的惯例就是每个月第一天就会公告 我们估计持续维持成长态势不变 那原本第二季就是之前的 所欠的案子的第二阶段的权利金 估计在第二季就要进来 所以我们估计第二季的营收 会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成长 那单季应该会超过3块钱 上半年我乐观上看大概4块半 4块半 那这个价格 它在IP相关族群里面 可能仅次于目前第一季 3.93的力望 上半年可能可以赚到 大概超过7块半 那市新的部分 第一季 这边还没出来 第一季应该也是赚了大概6-7块以上 但因为它飞腾已经被封杀了 所以后面的获利可能就会大受影响 大打折扣 所以单纯的IP股来说的话 真的获利赢金利科的恐怕就只有力望 那它的获利将远高于创意跟金星科 创意目前股价 大概就维持在400出头 然后金星科盘中因为联巴科的关系 甚至一度拉到涨停板526 目前股价499大概也就500块钱 所以其实一样的story 一样的数字 现在的金利科跟三个礼拜前 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第一季赚1.38本来就符合预期 第二季的营收会因为权利金的加速 认列因为phase 2 所以获利会跳到超过3块钱 那这个轨道都没有变 那它的产品本来就不是什么 最先硬制成最高阶的处理器 也不可能拿来做军规 那产品本来就没有问题 真的要用军规的 不如去买Intel跟AMD的晶片 这是实在话 客户也没有被制裁 但股价却因为市场的风言风语 股价从615跌到226块半 但放眼所有的基本面都没有改变 所以假设没有遇到世新的客户 飞腾被美国制裁 我相信今天以它的数字 如果第二季的数字仅次于世新力旺 而且远高于创意跟金星科 当初涨到615块 今天力旺股价都已经破千了 收在1030块钱 IP股正式进入世卫数的新的时代 原本金星科现在价格可能是6700 却因为没有存在的利空被打到剩下不到300块钱 所以这种不到300涨回6700 空间相当相当大 所以我就说未来它仍然将涨回去 大概我相信给它4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照着营收跟获利的成长的轨迹进度来看的话 三四个月之后股价创新高 进入到另一个新的高的位置 我认为这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我们非常看好的是M31 6643 盘中移度涨6.8% 最高来到440块钱 大盘翻黑跟着掉下来 尾盘还是维持一个小红 因为都利望都已经涨到1000块 相对股价只有利望的4成的M31 后面爆发力非常大 有一个像我说的 它有一个IP叫EUSB的IP 我就很简单的解释 当晶片越做越小 电晶体越做越小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 很难克服的漏电的问题 就做越小 晶片越小漏电问题越大 那M31的这个IP 刚好可以去大幅度改善 当制程在萎缩化的过程的漏电的问题 所以这个变得非常的重要 它是必备的 它是一定要使用的 不然它的效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制程越先进 用它的IP就越多 所以Samsung要用 台积电也要用 当它从10奈米推到7奈米 推到5奈米 推到4奈米 3奈米 2奈米 未来越用越大 台电现在已经在Ready 准备要推进到3奈米 未来这个使用量是开始三倍在成长 那CoreCon也要用 因为CoreCon在台电跟三星 都各自都有下单 所以它不是M31的直接客户 它是下单给金元代工 金元代工会用到M31的IP 所以是间接客户 但是高通已经成为它最大的最新客户 所以当制程推进的速度是不变的 而且使用量是翻倍 所以去年的M31 最近有力还赚了10块3亿 本来10块34 所以纯IP公司 去年本来就赚的比例又多 那目前在先进制程的推进 它推进的速度比例又多更快 它已经推进到34奈米 力旺还没有那么快 那去年获利高于力旺 今年第一季虽然说少于力旺 下半年会明显强于力旺 全年上看16块最乐观20块钱 而且明年看起来是一个翻倍的成长 所以你看 就是说第一季力旺是3.93 M31只有1.79 好像目前是落后给力旺 但是进入第二季到下半年 它会积蓄之罪 重点在于就是说 它的股价目前只有力旺的四成 又是所谓的 非常单纯的纯IP股 IP都是用在金元代工的制程之上 所以今天它不用挑客户 是所有的客户来到金元代工下单 都有机会用到它跟力旺的IP 所以它不用自己找客户 所以未来我相信它的EPS只要追上去 本一笔的评价一定会追上利用 所以这个也将是IP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全新的表股 所以当力旺已经把IP股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已经出现了四位数字 未来我相信 与其在这个阶段去追量 价滚出天量天价的 比如说原物料的相关股票 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 因为世新导致到连金益科相关的IP股都备受牵连 现在IP股都在相对低的位置 除了力旺都在相对低的位置 当水再度往低处流 这边的股价再度大涨的时候 金益科跟M31我认为都会强中之强 然后今天是四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因为再要放三天 所以大盘找盘是先涨141点之后 结前卖压出笼 就打下去变成跌19点 目前尾盘再稍微拉上来涨了27点 基本上就结前的一个整理 但下礼拜回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五月份 五月份要缴税 所以很多股票可能它就是会比较黏 因为你拉上去可能就有一些缴税的卖压 那掉下去因为财报又很好 它又跌不下去 所以这边的操作变成你要稍微有点耐心 那就跟联发科一样 我们就是要很坚持的去买数字最突出的 联发科毛利率成长 营收成长获利成长 再来展望近年估计要成长四成 整个砰就上去 现在就是你要非常有耐心的 把资金不断的调整到未来数字最强大的标的 等到那个数字一发酵 股价就是喷给你看 所以今天我们持续加码一档五月份全新的重压股 6XXX5月份有一档全新的重压股6XXX 那它去年第四季获利一块钱都不到 但是今年三月份的获利就超过了1块7 也就是说今年三月份一个月的获利 大概达到去年第四季获利的超过一倍 那目前产品是严重的缺货 客户捧着现金上门来拜托 可不可以卖一些给物 但很抱歉公司也是洗手 也不够卖 所以现在是捧现金来抢 而且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每季涨价 现在产品是夸张到每天都在涨 跟那个2018年的贝物物件股非常的像 客户捧现金买不到 每天都在涨 大陆的通路商炒番炒番店 所以我们估计第二季要赚6块 超过6块 因为单月到4月份会赚超过2块钱 全年算算超过20块 20块 那目前本益比大概就10倍出头 那我们估计就是说 我常在讲股市大量超华新法 产品涨价的股价最标 产品涨价带动毛利率飙升 盈利率飙升 获利从几毛跳到两三块单月一个月 这种股票进入5月份 只要相关数字陆续扶出台面 股价上去一波是要大赚200块钱 一波要大赚200块钱 所以这个是目前持续买进的5月 重压股又XXX 好股票很多 那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银股 都有最强的毛利率 最好的EPS 最厉害的成长性跟最高的市占率 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行情可能有时候在整理的过程 你可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快 行情只要那个点位到了 强势股开始往上冒的时候 我们的金银股往往都是冲最快 一波上去都是三五成在涨 所以五月份最新的重压股6XXX 五月份最新的重压股6XXX 一样 未来三天 利用连续三天的假期 来电说出通话命余佑吧 你就可以领回五月重压标股6XXX 全新的一个月 带领布局全新的200块的波段打行金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其实最近 虽然指数三不五十创了一个新高 但有时候因为市场的结构在转变 最近可能就是比较大型的 比如说连电涨 现在轮到联发科 那这种比较大型的在涨之外 然后传染股或者是大型的面板股 或者是钢铁运输股等等 它都各自贡献的指数 所以反倒是之前非常强势的 一家中小型的电子股 就是说最近好像 长一天两天 休息个两三天 所以蛮多人问我说 比如说鸿康 已经从215块修正回到大概170 那蛮多人就问说 到底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只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说为什么会跌 就是因为涨多 然后可能类股在轮动的过程 有些人抽一些设计股的资金 跑去做传染股 传染股跌完 涨完之后可能又会再抽回来 然后进入五月份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缴税的压力 所以多多少少卖股票变些线 这都难免 这都难免 但是随着财报陆续的公告 的时间点也逼近 红康盘中一阵级拉 一下就拉到最高181块半 所以在想就是这种股票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可预见了三月的获利 毛利率 四月份再涨价 第二季进入旺季 所有输事都会往上喷 那这种股票 等着等着自然就会往上 因为盛群421暂停报价 NCU准备五月份再涨 第三季还要再涨 今年鸿康要赚超过15块钱 就算涨到180 本益比都只有12倍 这些都不是什么评价过高的股票 甚至我认为都是低估 九七也是 三分估计又赚一块 四月份又赚了大概15% 全年估计要赚12块钱 所以目前本益比 也是大概十倍出头 也是十倍出头 创高之后 拉回量缩两三天 这种没有什么太低的空间 所以就是等市场 轮动的架构 在风向球再转回来 它就要上 点续159回挡到102 拉到137 拉回量缩两天 其实也没有什么跌 因为群联还是超强 今天来到610 上礼拜就已经针对 所有客户发公告说 所有产品都要涨 点续也会跟着涨 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股票 最新的五月中压的股票 6XXX 后面我估计 一波要大赚200块 要大赚200块 趁着这两天 股价还在整理 稍作压回的过程 持续中压买进 五月全新中压股 6XXX 周末来电收出通话命运 168 就可以得到这一档 最新的中压股 祝大家收到顺利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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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